好,我們已經十年半年到這個 中美達這個教育太書所有的部分都說了 我們簡單來做一個學習 今天有一個祝賀,我們很久不見祝賀了 我都不叫,大家都不去派,你都不說 這個祝賀就是說我們後一邊 我們後禮拜就把教育太書所有的內文全部都讀完 所以我們今天回去就是 這個禮拜我們是一天讀一集 還有一遍,加太書從頭到尾再讀一次 其實我們都很清楚,因為不需要大家互信 第一章跟第二章保羅在說什麼? 在說明他的使徒執奮 他如何領受他的使徒執奮 他的使徒執奮不是由於人而來的 不是耶路撒冷的使徒團給他的 而是親自有上帝跟護活的耶穌基督賜給他的 你問一下要先說這個 就是他如果不說這些 有可能 接下來他所說的這些神學理論大家都不聽 所以他先第一章跟第二章 他最主要來說明他的使徒執奮 那接著從第三章到第四章 他最主要是在說明保羅他的神學理論 他用了許多的辯證例子 用羅馬的法律 用就約的例子來辯證 事實上律法 恩典的時代來臨之後 律法在拯救這件事情上面 一點作用都沒有 然後從第五章的第十一節開始 對不起 第十三節之後 第五章的第十三節之後 保羅開始另外一個就是有關於生活的教導 那我們今天所讀的這個部分就是有關於生活的教導 所以我們簡單的來看一下他的導論 從第六章的第一節開始 保羅在勸勉 前記親切的口吻稱他們為弟兄姊妹們 那在前面一章的最後 保羅說基督徒如果依靠聖靈來活 就不會彼此互相嫉妒 不會彼此衝突惹是生非 反而會這樣 積極的維持教會內當中的和諧 然後彼此互回肢體 也就是說 就會彼此對彼此有責任 所以在這段的開始他就提到 應該要彼此分擔重擔 所以我們一起開始來看這段經文 我們一起來念 弟兄姊妹們 如果有人偶然被患得過錯 你們這些屬靈的人 就要用溫和的方式糾正他 你們自己也要小心 免得野獸引誘 這邊這個過犯 過犯不是故意要去犯罪 是不小心犯的錯誤 像我們有 那現在漏漏有時候漏很滑 特別是如果我們去韓代 那漏如果結冰 那是非常 你如果鞋子又穿那個 像我們橡膠還是什麼鞋子 很容易滑倒 所以我們就是成語說 如履薄冰 對 冰很薄 很怕滑倒 所以一人怕在冰雪的路上 很容易 不是故意的 我就沒想到滑倒 因為不小心就滑倒了 這個犯錯 這個過錯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說 如果有人偶然 就是他不是故意犯的 是不小心就跌倒了 就犯錯了 然後你們這些屬靈的人 就要用溫和的方法 纠正他 這個纠正 合本是叫做挽回 這個原本是醫學的用詞 意思就是說 如果他手腳斷掉 他說脫臼 他把他接好 使他修復讓他完全 也就是說 將其徹底裝備好 恢復原狀 那所以 挽回 你說纠正的重點 其實挽回比較好 纠正 反而這個比較不好 就是好像指責的樣子 挽回的意思 就是說 重點不在於責罰 乃在於醫治 所以這種挽回 並不是要責備 即使有責備 責備的目的 也是要讓他復原 所以 如果有人 不小心 好像他在雪地當中 走路 跌倒了 滑倒了 那我們 這些屬靈的人 要怎樣 要用溫和的方法 把他 讓他回復到原狀 好 那 溫和的方法 直言做 存著溫柔的靈 就是 溫柔 上面沒有所有 大家說過對不對 溫柔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站在對方的立場 去看 好 好 有個人說 我看了這種情形 他好像犯錯了 但是其實 我想說 我如果讀到那種同樣的情況 我也可能會犯錯 就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想 然後 存著溫柔的靈 用溫和的方法 把它修正 然後挽回 但是自己也要小心 小心的 以說 执事者目標 繼續不斷的向目標前進 表示會很專心 因為這樣子就跌倒了 所以在這段經文當中 顯然我們看到 加拿大地區的教會內 可能發生了一些問題 那有一些人 不小心犯了一些錯誤 那可能有些人 就指責他們 破壞他們 甚至把他們趕到 趕出教會 然後說不要這樣 這些也是我們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們應該設身處地 站在他的立場來想 並且設法用好的方式 溫和的方式 把它挽回過來 然後自己要小心 免得也受到這些不好的事的影響 這待會兒我們會有一個信息 好 我們來看第二節 來一起來念 要彼此分擔重擔 這樣就是成全基督的命令 重擔這個字 在聖經裡面時常出現 它有時候會翻譯成老苦 有時候翻譯成重 重量的重 譬如說你去看 那個哥林多後書第四章十七節 又 就是說 現在你們忍受這個字輕的痛苦 將來會得到極重的恩典 那所以包括一切的軟弱痛苦 一些難以擔當重要的事 包括可能會犯罪的重擔 這邊就成全基督的命令 基督的命令等於 耶穌基督愛的誡命 那我們上次也有說過 摩西的律法的總結就是 立位記十九章十八節 那就是要愛人如同自己 對不對 那耶穌認為這是律法中 涉及人的部分最大的誡命 所以馬太福音書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十十節 耶穌說什麼 我們一起來念 來 你們要全心全情全意愛主你的上帝 這是第一條最重要的誡命 第二條也一樣重要 你要愛靈色 像愛自己一樣 摩西全部的法律和先知的教訓 都是以這兩條誡命為根據的 所以其實基督的命令就是愛 就是愛人 要愛上帝要愛人 但是這邊說 分擔重擔 分擔重擔就成全了基督的命令 透過分擔重擔來表達我們對彼此之間的愛 所以 我們知道 耶穌用這個教訓為中心 並在他一生當中把愛的原則表明出來 所以如果一個人可以跟別人分擔重擔 這就是愛的表現 所以要彼此分擔重擔 好 我們一起來念 一無所有而自以為了不起的人 只是欺騙自己罷了 一無所有 如果直接翻譯 某人雖然什麼都不是 或是當人什麼都不是的時候 一個人其實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 他還自以為了不起 就擺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樣子 或者說自己認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物 要別人尊重他 這個 只是欺騙自己而已 欺騙自己就是把自己的心思誤導入歧途 保羅在這邊是說 能常常感覺到自己的軟弱而謙卑待人的 才是真正成全律法的人 你把人犯錯 你一直指責 你以為自己都不會犯這樣的錯誤 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有可能會犯這樣的錯誤 所以 人知道人本身是軟弱的 需要上帝的怜悯 那所以可以站在對方的立場來想的時候 就可以 就可以為別人擔當重擔 而那些自認為什麼都沒有過犯的人 自認為聖結 自認為高尚的人 不會去同情別人 不願意把別人的重擔當作自己 當作關注的事 他們自以為在實踐律法 是律法的代言人 事實上是欺騙自己的 所以我們要理解這段話 來第四節 每一個人都應該審查自己的行為 如果有好行為 他可以引以為榮 不需要跟別人的成就相較量 就說 其實我們怎麼理解就是 保羅他有一個想法就是 信仰是我們跟神之間的關係 所以你的最最關心自己 不是人都在審查別人 有的 真的是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都常常在 我也說過 在聽江德的時候 都是拿別人來聽的 在聽的時候 這一定在說什麼人 這母書都在說什麼人 今天沒來做沒差 你應該要叫他來就聽 其實母書是在說他 其實不知道你們怎麼 但是 上帝的頭過無所謂 大家說 所以我們在聽 在聽 在想的時候 在看神經的時候 在理解上帝的話的時候 我們就是都要對自己說 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審查自己的行為 如果有好行為 他可以引以為榮 不需要跟別人成就相較量 審查 審查就是檢驗 考驗的意思 或者說 原文是說 用火來試鏈 金屬的純淨度 所以這個人要自己去 去 審查自己 審查 保羅這邊說 這種檢查的工作 是個人個別的責任 個人應該把注意力 集中在自己行為上 而不是別人的行為上 所以 引以為榮 就是說 你如果歡省了 覺得自己不行 有符合上帝的真理 應該感到歡喜快樂 所以 保羅說 人要是有所誇耀 引以為榮的是 在於自己的好行為 而不是將自以為有 其實沒有的長處 拿出來跟別人的短處比較 以顯示自己的了不起 如果這樣 他自己引以為榮的地方 不過是別人的軟弱 所以我們不能 先跟我們說 亞洲說過不來 譬如說 我們在耶穌所說的那個比喻 法利塞人跟瑞利的禱告 瑞利都說 我沒錢像旁邊那個人 我怎麼做 我每次都實意奉獻 我都怎麼樣 都敬錢 敬錢怎樣 都跟那個罪人不一樣 他都用自己的標準 在用別人的軟弱 在審查自己的標準 所以亞洲說 那些罪人 那些罪人就是 那些基督說 主也臨命我這個可憐的罪人 所以後來 誰就禱告被去怨 就那個罪人 所以要審查自己 不要一直用別人的軟弱去評估自己 這點其實我們看一段 我們有聖經有沒有 我們來看那個約翰福音書 我覺得這段很有趣 我每次看到這段 我都會會心的微笑 約翰福音書第21章 牧師用這段經文講到過 那個軒牧師上次也用這段經文跟大家分享過 大家應該非常記得 就是耶穌互火之後向七個門徒顯現對不對 後來耶穌就幫烤魚給他們吃對不對 之後他就跟彼得有對話 那耶穌問他三次說你愛我嗎 彼得都用三個愛的宣告來回應他 是看到最後這個地方 那我們來看那個第17節開始 17節的後半 耶穌說你餵養我的羊 18節說我鄭重的告訴你 你年輕的時候自己束上腰帶隨意往來 但是年老的時候你要伸出手來 別人要把你綁著 帶你到不願意去的地方 19節耶穌說這話是指明彼得 將怎麼樣死去榮耀上帝 接著耶穌又對他說你跟從我吧 這是彼得的後來命運 我們看的 然後20節很有趣 彼得轉身看見耶穌所鍾愛的那個門徒跟在後面 這些約翰跟在後面 那個門徒曾在那晚吃飯的時候 愛敬耶穌問他說主啊 要出賣你的是誰 21節彼得看見他就問耶穌 主啊這個人將來會怎麼樣 你看耶穌回答什麼 耶穌回答 如果我要他活著等我到來 也不關你的事 你只管管我吧 跟著我吧 這不利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常常在想說信仰 信仰是我們個人的信仰是跟神的關係 我們個人要負責 別人的信仰我們可以給他勸勉 也可以給他關心 也可以給他幫助 但是實質上的信仰是他要跟上帝負責任 那所以這個也 其實在保羅在講這個概念的時候也是相同 信仰都是各自負責的 我們可以給別人勸勉給人家協助 不是說沒有你的事 你就不用關心 不是這樣子 而是每一個人都要很誠實的去面對上帝的審判 所以保羅這邊其實就是這樣的意思 好我們來看第五章 來 第五節 來 每一個人應該肩負自己的膽子 其實這個信仰是要面對這樣子 膽子原文是指船上的貨物 也可以指士兵把軍中所必須的用品 器械放在一個行囊背在肩上 那士兵一定會背自己的行囊跟武器 如果連自己的行囊跟武器都不背的話 你怎麼去打仗 好 所以意思就是說 雖然前面那個重擔要互相擔當 好 但是自己的責任要自己負責 好 就信仰在世上 個人應盡的本分跟責任 好 那在這邊指的是日常實際的負荷 包含肉體精神心靈的負擔 跟重擔不一樣 前面那個重擔是自己無法忍受的壓力 需要別人來分擔 但是這個擔子 好 而是要怎樣 個人要負擔 像軍人 旅行者就要背自己的背包啊 好 不能推卸給別人 每一個人都要履行一些無可推諉的責任 就是每個人要為自己的工作行為 對上帝 對人負責 每一個人都要 要面對神的審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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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大家說一句話 有句話 有句話 我們全人聽到但是他不是真理 就是我們常常聽到說 一人得救 全家得救 這句不是真的喔 你們都想說我們都要派一個代表 去信仰說 去學生 去學生 村人都可以得救 不是這樣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 要面對上帝的審判 好 你不要以為你將來可以拉著你妻子的那個衣服 旁邊這樣 都會去天堂 不是這樣啊 個人有個人的單子要負責 要面對 好 但是如果有承受不起的重擔的話 我們可以彼此擔當 好 這是保羅要表達的意思 好 第六節 來 那在基督正道上受教導的人 應該和教導他的老師 分享一切美好的東西 保羅又開始另外一個主題 不過這個主題 有一個背景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保羅在第一次旅行傳道的時候 他就會開拓教會 那開拓教會他知道說 他不可能永遠在這個教會當中募會 他必須要再去開拓其他的教會 所以他就會在教會裡面怎樣 設立一些長老 設立一些可以說是牧師 在這個教會裡面牧養這個教會的群羊 那後來 他在各地傳福音 這個開拓教會都會設立長老 教師來接續福音見證的工作 那有些長老他有講到的恩賜 因此可以在信仰上做教導 就是做牧師啊 那這些人很可能是怎樣 全時間都在投入在牧養的工作 所以 教會 就必須要攻擊他們生活上的需要 那 所以 保羅寫給哥林多教會的書信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資料 他說 有誰當兵而自備良享呢? 有誰栽種葡萄而不吃自己原理出產的葡萄呢? 有誰牧養羊群而不喝自己羊群的奶呢? 所以 你們當然知道 在聖殿里公職的人 從聖殿得到食物 在祭壇邊事後的人 也分到祭壇上的祭物 同樣 主也這樣吩咐 凡從事傳福音的人 都應該依靠傳福音維持生活 所以 這是保羅的想 雖然保羅 他本身沒有這樣 我們知道 他都是靠自己手所做的公益 要去保證 對 他靠著這個手藝來維持他自己的傳道工作 可是他知道 有些傳道人 他是全時間服侍在教會當中 所以這些人必須要得到足夠的供應 所以 保羅之所以 後來 在最後這邊 對加拿太教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可能是 他離開之後 另外一群人去傳另外一種福音 結果 這一群他原本設立的長老就被 遺棄了 那不同的聲音之後 信徒就對這些 教會的長老或是牧師或是教師 不給予足夠的供應 所以才寫出這樣勸勉的話 好 在這邊 保羅指出教會的領袖 有責任讓所有的信徒 和他們一起一同享受 從上帝所領受的属灵恩賜 而受教者 要主動的將上帝的物質上的恩賜 供應給教導他的老師 這種 這種是一種互惠 不只這樣子 受教者在領受真理的時候 也要提供他們的經驗 有份於聖功的 擴展跟推廣 所以 受教者跟施教者的一公 信徒跟牧者要互通有無 成為一個學習的團體 學習的團體 那這個是兩方面都有責任的 所以這邊 施教的教師就是牧者 因為在教導和準備上的工作 花費相當多的時間 所以有人需要攻擊他們物質上的需要 並且在行政跟施工上面給予協助 所以我們教會也是一樣 那我們拼全這個部書 對不對 我們還有推舉長老職士來協助教會的工作 所以保羅常常提到這樣的事 比如說在哥林多前書第九章第十一節 他說 我們在你們當中撒了屬林的種子 就算是從你們得到物質上的攻擊 這算過分嗎 就是說 已經有餵養大家屬林的糧食 所以信徒也要回饋給 這些餵養屬林糧食的牧者 足夠的供應 那在提前第五章十七到十八節 他說 善於領導的長老們 尤其在講道和教導上特別努力的 應該得到加倍的酬保 因為聖經上說 牛在踹骨的時候 不可容住他的嘴 這是舊約的一個教訓 你叫牛 就是牧者一支條子 我們把骨放在那邊 讓他踹骨 有這些骨就能分開 那他們的舊約規定 你說有的主人 走那一邊做一邊吃 這樣也順行 說不可以 你這麼努力的工作 就要給他一點食物吃 又說工人應得工錢的 所以耶穌也提到這兩件事 他說出門不要戴旅行戴或兩件內衣 也不要戴鞋子跟手杖 因為工人得到供應是應該的 所以這其實是早期的教會的一個傳統 認為大家互通有無 一方面教導者給予屬靈的教導 那接受教導的人應該給予物質上的供應 讓他不會有任何的擔憂 所以但是常見的情形是真正的傳導者沒有人願意支持 因為如果真的要不願意就說 你找我我就要來看面 要給你指證 人們都不愛聽 難聽話 有時候就想起 我就不愛供應你 所以真正的傳導者往往是沒有人願意支持的 但是魔鬼的道理一傳講 人們卻願意浪費金錢去供養那些欺侯他們的人 人們都會聽好聽的 我就說一些笑話 說一些五四三 大家聽 大家聽我們開心 都沒有 最安沒有事情 這樣最好 其實保羅說不是這樣子 所以保羅特別要請加拿太人要注意這件事 好 在這邊我們也看到另外一個危機 這是我自己有的反省 有些神職人員常利用信徒的慷慨而自負 擁有不該得的財物 所以神職人員應該在本節上要受警惕 不要貪戀世上的財物 應該自力將屬靈的恩賜跟受教者分享 那施教者貪戀財物 其實就是在掠讀基督的產業 好 所以這個 這個其實有人在說十戒當中 不可以逃退掉 我們要常常想說我們是不是偷竊上帝給我們的 這個真的要去反省 所以這個雙方都要反省 雙方都要反省 我是覺得現在普遍上面教會 對於牧者的供應其實都是足夠 特別是我們現在如果長老教會當中 都有中會在保護嘛 都有總會在保護 都有一個制度 最低的供應需要都 反倒是傳道師真的是要好好的反省 是不是有真的認真負責在他的工作上面 給信徒足夠的供應 這個雙方都要反省 好 第七節來 你們不要自欺也不要欺騙上帝 一個人中什麼就收什麼 好 自欺就是說 漂流不定被導入歧途 被迷惑被欺哄 那保羅在這邊是說 不要再做錯誤的判斷 你們不要再做錯誤的判斷 欺騙上帝 原子說 將鼻子抬高 用輕蔑的態度對人 那保羅是說 他們以不尊敬的態度對待上帝 受教者對施教者的態度 足以反映他們對人生 對福音 對上帝的態度 所以他提醒說 如果對施教者不盡 應有的責任 就等於不尊敬上帝 因為施教者 你說施教者 不然你自己說 沒有輸 其實是上帝的仆人 應該要 應該要盡應有的責任 供應他們的需要 那如果用輕蔑的態度 對待上帝 將招致審判 但同樣的 如果施教者 如果不盡自己的本分 也必須要受處罰 這不能互相欺哄的 那一個人種什麼就收什麼 直言就是說 一個人只能收割他所播種的 你今天做什麼事情 你就收到這個事情的結果 所以不論種什麼 他都應該清楚明白 他將來會收割到什麼 好 第八節 來 他若為著滿足自己的情欲而殺種 他會從情欲收取死亡 他若為著聖靈的喜悦而殺種 他會從聖靈收獲永恆的生命 所以保羅把這句話講得更清楚 為了滿足自己的情欲而殺種 就是順從自己肉體的喜好來做 只求自己的益助跟榮耀 就是替自己撒下敗壞的種子 種下災禍 這些是憑著情欲而行的事情 終至產生敗壞的果子 那為得著聖靈的喜悦而殺種 就是順著聖靈的感動引導跟行事 就會透過聖靈來收獲永生 我想說這個字很容易明白 不需要再做很多的說明 來 我們看第九節 所以我們行善不可喪至 我們若不灰心 時候到了就有收成 行善是指一切道德上認為崇高的事 在這邊是指順從聖靈所撒種行事 原文是現在事 就是說正當行善之時 你們行善 你們在做好事的事情 做這些道德上認為崇高的事情 不要失望 不要喪志 不要灰心氣餒 不要向惡屈服 行善的時候一定會遭遇到 要攔阻遭受人績效 誣陷 毀謗逼迫 或基督甚至灰心 不要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人性都很軟弱 很容易就失去行善的意念 有時候我們做好事 做到老冠狀 責到老冤 所以保羅說 你們做這些好的事情 要堅持下去 有時候會照人家誤解 會被人家毀謗 沒有關係 付出代價 如果不灰心 能夠持續下去 一定會產生果效的 好我們來看第十節 來 因此無論什麼時候 一有機會 就該為公眾做有益的事 對於那些在信仰上同屬一家的人 更應該這樣 所以保羅繼續來勉勵他們 要把握機會 傳揚福音 做出善行來 不論對教會中的信徒 或是教會外的公眾 都是應該這樣子 所以 一有機會 保羅說一有機會 就該做這些有益的事 不要等到機會失去了 因為機會是稍縱即逝 有時候人家都有這個機會 趕快把這個機會 如果沒有機會 就失去就沒了 所以不論是對教會內的信徒 對教會外的人 都應該要這樣子做 所以今天事實上 這段經文是很簡單的 保羅提到幾件 要需要注意的事情 第一個就是提到了 重担要互相擔當 那個人也要承擔自己的責任 第二個部分就是提到 對於教會裡面 專職服侍者的供應 需要讓他們無所匮乏 那這些專職工作者 也必須要盡力 來餵養羊群 所以保羅在這段 其實是講一個非常簡單 但是非常重要的 教會生活的一些事情 那今天分享 解釋聖經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應該很簡單 那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信息 今天信息我覺得應該 算作給我們很多很豐富的信息 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教會當中 有時候真的會遇到 弟兄姊妹犯錯的事情 我相信每一個人 都應該犯過錯了 那我們也會看到別人犯錯跌倒 那保羅對於這個問題 提出非常明確的指導原則 牧師要分作四項來跟大家分享 他說 弟兄姊妹們 如果有人偶然犯了過犯 犯了過錯 你們這些属灵的人 就要用溫和的方法 糾正他 你們自己要小心 免得受引誘 那告訴我們四點要注意的 第一個 他告訴我們說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過犯所剩 他這邊說 如果有人 其實是指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被過犯所剩 縱使在教會裡面 有信仰的人 都可能犯罪跌倒 但不是甘心堕落 而是勝不過罪惡的誘惑 而偶然跌倒的 像我剛才說 有那個人 驚在冰上面 一定有人的跌倒 所以 雖然我們偶然會被過犯所剩 但是也常有勝過最後的經驗 所以偶然表示 但是 雖然有時會失敗 但是有時也會勝過過犯 所以 告訴我們說 其實我們要非常小心 我們是走在冰雪的路上 所以非常有可能就會跌倒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會被過犯所剩 這是第一點 所以我們要遲遲警醒 跟撒旦爭戰 這是第一個提醒 第二個 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在教會這個群體當中 別人跌倒 我們不要看笑話 我們要怎樣 這個人跌倒 是我們在他身上有責任 你們記不記得 牧師每一次在給人家施洗的時候 我都會請大家起例 對不對 牧師說 我用水來驚醒禮 讓你整個地 大家都說什麼 Amen 對不對 大家同心說Amen 意思說 我們在他受洗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大家是 都贊同的 都是同心回應上帝說Amen 所以這一個人 我們接納他成為 因為受洗之後 我們教會就會派代表 教會的小會員 教會的長老 牧師會給他握手 接納他進入我們這個家庭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 都對這個人有責任 包括我們當初在受洗的時候 其他的信徒也是這樣對我們 所以每一個人都有責任 去挽回這些跌倒的人 而不是在旁邊看笑話 或是指責 或是此笑 都是這樣 不論他們是遭受罪恶的試探 或是 或是道理的試探 我們都應該扶助他們 使他們不是落在迷惑當中 保羅說你們這些属灵的人 就要用溫和的方法糾正他 所謂属灵的人 是與那些被過犯所剩的人 比較起來說的 我們可能在靈性跟真理上 比較長進 而且在別人被過犯所剩的時候 都依然站穩 別人在骨頭的時候 我們站在骨頭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去挽回 那些失敗的弟兄姊妹 上帝若使我們比別人剛強 不亦被試探所搖動 並不是給我們一些個人的誇耀 你們在那裡 我沒有我沒有擲得 我沒有擲得 不是這樣 是要我們去扶助那些軟弱的人 當我們下一次我們可能滑倒的時候 別人就會扶助你 這是上帝施恩保守我們的目的 我們禮當照著上帝這種心意 來運用上帝的恩慈 所以牧師要告訴大家 一個人是否属灵 並不是在於他的態度 言之給人高高在上的聖節感受 有一些人所謂的属灵 讓人覺得很難親近 讓人家一親近覺得 我都比不過他很辛苦 真正属灵的人不是這樣 而是在於他對軟弱肢體的態度 充滿憐憫跟關心 這才是真正属灵的人 能夠用主的愛去扶持 那些被過犯所剩的人 才是真正属灵 而且充滿愛心 属灵的人 必然不會輕易放棄一個失敗的弟兄 把他看作沒有希望的 因為上帝對他的每一個兒女 都是盡最大的力量保守 對於每一個世上的靈魂 也用最大的忍耐去尋找 就像一頭羊 一百隻裡面有一隻悲心 那好牧者就會去把他找回來 所以 一個人是否属灵 在於他是否深切地體會到主的心意 用愛心對待不小心跌倒的弟兄姐妹 這是第二個大家要注意的 我們每一個人對別人都有責任 第三個 那方法呢 就是要用溫和 或是溫柔的方法來糾正他 溫柔的方法就是 充滿了愛忍耐善良而謙卑的心 情願站在對方的立場下 願意為他犧牲時間 精神財物的心 又體恤他的困難 同情人軟弱的心 所以當我們看到 別人被過犯所剩的時候 不可以定罪 不饒恕跟輕視的態度 我覺得現在的基督徒很可怕的地方 就是常常喜歡給別人定罪 很喜歡給別人定罪 對自己很寬容 對自己很寬容 喜歡給別人定罪 這是很不好的 不是用譴責的話語 跟不好的行動來糾正他們 這並不能把人挽回 反而使他更灰心喪志 而落在魔鬼的軌跡當中 我們更應該用溫柔的心 把人從失敗當中挽回過來 常常我們看到有一些人 因為一時的軟弱跌倒了 那教會應該要怎樣 牧師常常說這個包容 包容就是 上次跟大家講過 包容就是屋頂的意思 他是在保護裡面的人 保護不是說姑息 不是掩蓋 是怎樣 是讓他在裡面復原 可是有一些 教會的信徒 常常用指責的方式 就把他趕走了 那這個人 大概永遠都不會回到教會 你看你犯的座力多大 我們要用溫柔的心 包容他 但是要他改變 要他改正 這才是溫柔的方法 溫柔不是說 都要來掩蓋 牧師上次在講溫柔的時候 是不是有跟大家解釋一個例子 旁邊有一個小孩 課幾課都差 他拿著他 他先把他回家 給他老婆看 不再給他老婆看 知道說這老婆回家 一定來推息 老婆看著說 這什麼啊 這家老婆回家 一定去我外 控制不好 這個孩子一定完蛋了 所以暫時把他 收起來 好 然後 但是他如果收到這邊 這樣就不對了 收完了之後 要跟他說 那你下次要努力 要改變 要 要符合你自己努力的成果 這樣這個孩子才會改變 不是說這樣收起來 真沒問題 那這孩子 永遠不會改變 事情沒有解決 這才是真正的包容 大家要理解 好 第四項 自己要小心 恐怕也被引誘了 保隆說 你們自己要小心 免得也受引誘 所以當我們勸免別人 在挽回別人的措施的時候 總要隨時警惕自己 想到自己也是軟弱的人 也可能被引誘而失敗 靈性很好的基督徒 若不時刻靠足 也可能因為試探而引導 而跌倒 所以我們要怎樣 其實要戰戰兢兢 現在雖然我們沒有跌倒 好像暫時站得穩 不表示說將來不會失敗 現在挽回別人 可能將來在類似的事上 需要別人挽回 所以提醒我們 當我們知道 某些人犯了什麼樣的錯誤 我們用他來警惕自己 我們不要跟他犯一樣的錯誤 那設法讓他恢復 這是我們要 這段經文給我們的事項提醒 也是處理教會 弟兄姐妹過犯的一個方法 好 第二個我們來看 保羅說 每一個人都應該選擇自己的行為 如果有好的行為 他可以引以為榮 不需要跟別人的成就較量 所以一個人真正引以為傲 所誇耀的是上帝所賜的恩典怜憫 他生命是不是真的榮耀上帝 是不是造福人群 而不是把自己的成就 跟那些背負重擔的人軟弱比較 不是說我都沒心情這樣 我沒心情這樣 高高 自以為高高在上 事實上這個不蒙上帝的喜悦 沒有人有自誇的理由 人算什麼 人應該省查自己的責任 切勿借著自己的作為 來抬高自己榮耀自己 所以保羅說怎樣 誰要誇口 就該誇耀主的作為 因為真正值得稱讚的是 主所稱讚的人 而不是自吹自擂的人 就是說你如果要誇耀 你要讓上帝誇耀 你也要自己誇耀自己 在上帝眼中看起來 你都不對 對不對 就像那個法利賽人一樣 保羅說 我要為這個人誇口 他為自己誇口 但是除了有關我軟弱的事上 我不會自己誇口 他說上帝去回答我 你只要有我的恩典就夠了 因為我的能力在你的軟弱的時候 顯得最剛強 因此我特別喜歡誇耀我的軟弱 好使我覺得基督的能力在保護著我 保羅就時時警惕 我現在也許暫時得勝 但是將來不保證我就不會失敗 所以他只誇口他的軟弱 因為神在他的軟弱上帶領 使他可以勝過一切的試探 在教會的服飾 我們確實要學習保羅這樣 不驕傲自己做了多少 而是謙卑的發現我們需要做的更多 我前幾天看到一首英文的詩 我昨天就簡單的把它做一些簡單的翻譯修正 別人有翻譯過 但是我覺得翻譯的還不好 我就稍微給他 今天早上稍微做一些修正 那我跟大家分享 這首詩 就是當我說我是基督徒時 我唸一下 好大家來聽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 我並非大聲喧嚎我已得救 而是低聲說我曾迷失 因而選擇踏上這條恩典之路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 並非驕傲地認為高人一等 而是承認我一直瞞山而行 就是驚到這樣都沒有很穩 需要神成為生命的引導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 並非顯明自己剛強 而是承認軟弱 並祈求繼續前進的力量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 並非吹嘘成就 而是承認經歷失敗 也無力偿凡所背負的債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 並非以為自己無所不知 而是表達心中的疑惑 坦承需要謙卑地接受教導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 並非宣稱我是完美無瑕 而是明白自己充滿瑕疵 但神能樂意接納 視我為有價值的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 人就會感受到爭辞般的痛楚 但明白有一位可以分擔憂傷的神 使我得以繼續呼求救主的名 當我說我是基督徒 我並非論斷身旁的人 因為審判的權利並非在我 我只明白 我是深深被愛的 好 那這首詩歌 所以我在討論 我實在是很感動 我們常常說 我是基督徒 我們是用審判的心態 在說這句話 是讓人家認為說 我們基督徒都很高尚 或是我們基督徒都如何如何 驕傲自慢 當我們是說 我們是基督徒的時候 我們要明白 我們之所以可以成為 耶穌基督的門徒是祂犧牲 透過祂的舍己來救助我們 沒有一個人在身邊 如果我們可以用這種謙卑的心態 一直向前的話 我們的生命才會不斷不斷的成長跟進步 這也是今天的經文告訴我們的 最後一點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保羅說一個人種什麼就收什麼 一個人種什麼就收什麼 他若為著滿足自己的情欲而撒種 他會從情欲收取死亡 他若為著得著聖靈的喜悅而撒種 他會從聖靈收穫永恆的生命 所以保羅提醒我們要按著聖靈的引導 結束聖靈的果子 並且因此而得到永恆的生命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誘惑 要我們離開上帝的救恩 如果我們順從自己的情欲 就會被影響而收取死亡 所以對於面對的試探要 敵死不從 我看過一個運動品牌的廣告很有意思 這個畫面當中有兩個人 相同的人 一個一直在運動 也超越自己 我再努力一下就好 另外一個好像鬆懈 好像是魔鬼 說你太累了 不能再練了 就兩個人掙扎的結果 其中有一個人得勝 那我們內心 豈不是常常這樣子嗎 在我們奔行天路的過程當中 是不是常常有另外一個 自己內在的聲音告訴我們說 這樣太累了 睡著了 不要緊 不是大家都這樣 你看看我明明在今 也是都 有還是說 你的董事無心主 比你過得好快樂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常常內心中 會有這樣的聲音出現 掙扎的結果 你願意順服誰 你願意順服聖靈的引導 還是順服自己情欲的需要 當我們內心的聖靈跟情欲 在交戰的時候 你要順服什麼 當你決定順服什麼 你就收穫什麼 這是屬靈的原則 好 今天分享到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一起起立來禱告 親愛的主 我們謝謝你的恩典 透過你的話語 我們真實明白你的心意 主啊 我們願意時刻與你同在 祈求你 在一起內住在我們心中的聖靈 來幫助我們 我們就順服聖靈的引導 而不會屈服在自己的情欲之下 求主保守在座的所有弟兄姊妹 讓他們生活當中得到主的帶領 引導 用他們的生命來容神一人 我們將祷告奉耶穌基督的聖靈求 Amen